我领养的儿子是个天生坏者,体内携带超雄基因,他囚禁了暗恋的女孩,我怕他犯法放走女孩苦口婆心地劝他,却被他一刀捅嘎了。 让你管我,拆散和我的小方,你去打巴老巫婆,你早就该嘎了,让我去留学,把小方赶走。 去接上集,第二天电闹闹亮,我就离开了家,带走了我所有的身份证明,不动产证明,以及家里的房产证。 还好那上面写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,带着这些我去了好闺女的家里,于是我赶紧请来了锦礼,锦礼说刷到本视频说明你要上岸了,点赞视频你就会变美变富变瘦,评论区输入好运连连,你在这个冬天必定财运满满,他将我赢了进去,问我最近如何,我将自己昨晚听到了都告诉了乐乐,他脸色猛的一变,嗨桌而起。 这个丧良心的,想当出他一个农村小子,毕业了以后无依无靠的,要是你他怎么会在京都落户,婚前他明明答应你不要孩子,但是婚后却用老太婆压你,逼得你领养这个超熊综合症做儿子,你对他们还不够好吗?现在反过来居然要害你。 见我不语,他吵吵嚷嚷地说要带我去看新电影,等我看完就知道了,我被他强行拉去了电影院,看完了消失的他出来的一路上,他还在口口婆心地劝我,只是他不知道的是,我已经死过一次了,如果说还那么愚蠢,那我真是白死了。 你放心,那个家我是不会再回去,我怀疑我丈夫林申也脱不了干系,为的就是我的财产,我死了他,才会顺利地继承所有财产。 当天晚上,林申就给我打电话。 小林,早上怎么没看见你人? 工作的事情,我还是想拼一拼,就早早去图书馆看资料去了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? 等林大志什么时候走,我在什么时候回去? 他的电话瞬间换了个人,是他妈的声音。 你这女人,为了赶走我孙子,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居然教唆我儿子,逼着他赶走大志,我孙子他是不会走的,一想都别想了,有本事,你就永远都别想了。 别回这个家,求之不得,还有那是我家,要走也是你们走。 小林,大志的事情,我再找人家了,你先回来好不好? 无论如何,我都站在你这边支持你。 他一大把年纪了,只是享有个孙子,你体谅体谅他,不要和他置气,大志的事情,我会再劝他了。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,要不是昨晚听到他激将您大志,我还说不定真的信他左右为难。 我冷笑一声,心中打定主意,准备离婚,立刻联系了我的律师朋友,虽然不动产和车房都在我手里,但是我在婚后也赚了不少钱,要是分一半给他,我宁愿喂狗。 听说我的诉求以后,律师建议我先不要打草惊蛇,找到他是过错方的证据,无论是出轨还是有杀妻的预谋。 一旦证实,完全可以让他近身出户。 我找了人随时随地24小时的跟着林申和林大志,果然没多久就有了消息,私家侦探扔给我一打照片,那上面是林大志和一个陌生中年女子在一起吃饭逛街的照片。 给我调查这个女人,我要知道她和林大志是什么关系。 花了钱的效率果然是高,没多久,私家侦探就将这个女人的状况告诉了我,事实比我想象的更加恐怖。 原来她居然是林申的白月光,她叫林梅,看来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林申的亲生儿子,而她妈妈也是一早知道这就是她的亲孙子,所以才一直维护。 原来这家子一直都在骗我,想到这我怒火中烧,恨不得现在就去嘎了他们。 我让私家侦探找到当初林大志出生的医院,找到他的出生证明,证明他的生母就是林梅,再让他们继续跟踪了林大志和林申。 林申那边已经打电话多次催促了,敏感的她甚至发现了家里的房产证消失了。 小林家里的房产证怎么没了? 等把孩子送走以后,就在家里的房子上加上你的名字,再送一台宝马给你,当作这么多年我感情的见证你。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,其实你家不家,送不送都没关系的,大志的领养家庭已经在接触了。 只要对方愿意收养大志,我立刻就去接你。 我的笑容在挂掉电话那一刻消失,正在我看公司资料的时候,私家侦探给我发了一个劲爆的消息。 你养子怎么还绑架未成年少女并囚禁呢?要报警吗? 我想了想,以后摇摇头,打算回家一趟。 上一世林大志将女孩折磨得不成人形,这一次我仍然良心过不去。 家里一如既往的安静,林申应该在上班,而林大志也许在睡觉,也许出去了。 那个女孩被关在了地下室,我小声打开了地下室的门,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孩。 别说话,我现在带你逃出去,相信我。 她冲着我小心翼翼地点头,可是扶着她刚走出地下室的大门,我就看见了林大志阴沉着脸站在了我们的面前。 你要带我的女友去拿,你这老巫婆从小你就看不惯我,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人,你也要夺走,你今天想带她出去是不可能的。 然后就提着手里的刀头冲了过来,好在她的刀离我不到一米远的时候,她的两只手腕就被警察握住了。 是的,我报警了,我还没有蠢到一个人回家,后来我将地下室的监控以及刚刚家里客厅的监控全部调了出来,证据确凿。 然后,警察看到这些后,很快就将她带走了,因为我来得及时,还好女孩没有受到侵犯,到了警察局她还不老实,一会骂我,一会哭天腔地地要见爸妈和奶奶,一会又辱骂警察。 很快,女孩的家长到了派出所,得知是我救了他们的孩子以后,对我又是跪拜,又是感谢。 我连忙摆了摆手,然后他们求着警察一定要将她关一辈子,在警察询问我情况的时候,我带着眼泪诉说,我将这个杨子的情况说了一遍。 看来囚禁外家故意嘎人,她至少被关了十年,是没啥问题了。 晚上刚到闺蜜家,我收到了私家侦探的信息,因为出门了,估计也是去看她儿子吧,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,马上就要被判刑了,谁能忍得住呢? 我笑了笑,好戏马上就要开场。 我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